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一百年前我們對日本人這麼說 一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對中國人這麼說 大家好 我是楊雙子 要自我介紹的話 我會說我是一個出櫃女同志 我來自台灣的台中 目前主要是小作家 楊雙子 我和我妹妹是雙頭海馬 我是若慈 我妹妹叫若慧 一起寫一個歷史小說 那我們決定用兩個人共用的筆名 就覺得叫楊雙子 2015年我們去投稿這個獎 它並沒有獲獎了 但那時候若慧也過世了 2015年的時候過世了 所以2016年開始 我覺得還是得用這筆名發表作品 其實我小時候文學並沒有很進入我的生活 我們家庭狀況是蠻糟糕的 就是我和我妹妹在很小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離婚了 是阿嬤養大的 那阿嬤在養我們的時候 阿嬤也不識字啊 他也不會去管我們念書怎麼樣 他只要我們兩個健健康康 我們兩個必須找到自得其樂的方法 然後就開始想故事 中年級以後 我們就已經一起畫漫畫 這個型態啊 在後來合作小說的時候也出現 我和我妹妹都是做文學研究的人 我是臺文所 我妹妹是歷史所 兩個人不斷地這樣討論 然後我就開始寫大綱 但是寫大綱之前是先用口述 跟我妹妹討論完 我大概要寫的故事的發展是怎麼樣 於是她在這個時候 就開始去進行資料庫的建立 也就是說如果我要寫這些東西 請問要多少歷史資料 確保這些故事事件會發生 首先確定我們要寫日本時代 那為什麼要寫日本時代 是因為過去的台灣歷史小說裡 很少寫日本時代 在我們很明確要寫女性的故事 因為過往的歷史以及歷史小說 都很少女性 那其次是我們一定要做百合 為什麼呢 因為洛輝本來就做百合的嘛 百合文化研究 我們兩個也都是非常喜歡百合的 百合文化的謎群 那我和我妹妹在13 14歲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到BL BL的發展的確比百合早 這很長的時間 我們的自我認同都是婦女 那BL小說裡面有一個關鍵 我會提到的是性別權利 作為一個所謂單偶制的 浪漫愛的羅曼詞裡面 是一對一的關係嘛 男強女弱作為主流 你就可以理解 它為什麼會有權利未解 不平等的現象 可是這件事情到BL小說 就直接取消了 一模一樣的狀況 在百合裡也發生了 那當時就出現了 我引人哲裡面的 女性之間的百合的 算同仁創作 我和我妹妹突然就打開新天地 百合好像更好 也是更香的 能夠讓女性之間成為盟友 我們可以亦敵亦友 也可以亦師亦友 那任何一種原本在男性的 娛樂作品裡常見的 那種男性茁壯彼此砥礼的 他們也不是說他們男同志的啊 他們甚至也不會完全說是 競爭關係 有時候他們競爭關係裡 還會看到一些火花 算句話說我們是因為關係 而導致我個人生命的成長 這種東西的描繪 是我覺得百合最美的 《台灣漫遊路》是一個 有一個叫青山千赫子的 日本的女作家 她在1938年到了台灣來 旅居了一年 她有個地培 她的地培叫王千赫 在這本書裡面 如何從台灣頭吃到台灣尾 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 是否真的有可能達成 平等關係的友誼 拋出來這個疑問 然後整個小說都在探問這件事 結尾來講的話就是辦不到 有太多東西難以跨越 雖然寫的是歷史小說 就是說寫這樣的故事 是想要回應當代人 我1984年出生 1987年台灣才解研 義務教育來說 我們讀的是國立編譯館 我們會有中華民國的認同 甚至是說中國的認同 很長的時間我和我妹妹都是 文化中國的認同者 我們兩個對中國古典文學 和中國的歷史是很感興趣的 跟我同年的人 差不多都有讀過水晶江水柱 就在講長江三峽 飛到亭舞夜分不見西月 就是說沒有到正中午和正午夜的話 你抬頭看是看不到月亮或太陽的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好好奇喔 暑假把我們的積蓄幾乎花掉三分之二 兩個人跑去長江看這件事 可以理解我們腦袋有多 那個很像文化中國嗎 到了2008年是國家認同轉變的 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當時是馬英九在任 中國的一個官員叫陳雲林 他到台灣來的時候 本土社團發起的抗議行動 有超過100位民眾聚集在七弦路上 當陳雲林的車隊抵達的時候 現場不滿的情緒一擁而上 為什麼我們迎接一個 也不怎麼名不見經傳的 中國官員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會產生這樣的衝突 難道有一點什麼狀況嗎 有一點什麼不太對勁的東西嗎 然後我開始覺得 我得了解它是什麼 就去了當時 野少美學運的台中現場 在那個現場聽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以前我忙於工作和念書 我從來沒有關心過 台灣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我書寫是為了回答台灣人究竟是什麼人 而我持續地書寫的過去 是想要迎向更好的未來 當代現在2024年的我 我不會說我希望所有人 都要台灣獨立建國 但是如果我可以倡議這件事的話 讓更多人願意加入這個行列也不錯 我是一個小說家 我是一個很不斷在內在對話的人 所以我很清晰地認出我自己的轉變 那我們能不能透過小說來達成 其實上街頭也做不到的事情 也可以說一次 在這些現在經過的機構 在這裡 我們選擇得了 你最愛的 你最愛的 你最愛好 可以不到 你 你 感谢观看